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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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回来啦 哎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这都几点了 我还不回来 不是 你去加滚伯 这都几点了 我还加班啊 哎呦 家里面有客人他 对 这是我发小 小土豆 一边咕噜咕噜 这时候回来 你就是范老大吧 什么范老大呀 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是不是你拉到我们家店闸 哦 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 我还正要找你的 这都几点了你们家还装修我 扰民了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你家这店闸我拉的 范老大我帮你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 这事教我啊 不用不用 干嘛呀你呀 我都听说了 你都让人给罚下来 都看大门去了 你拉人什么店闸呀 等会儿等会儿 你看大门的 你不是物业的 我是物业的 对他以前是物业 这不是前两天啊 一车主伪装停车 他也是好心 找俩人给人抬 抬边去了 等会儿 咕咕咕咕咕 怎么了哟 哦原来抬我车的是你呀 哦那违规那车主就是你呀 我找你好几天呢 你找我干啥呀 你凭什么抬我车呀 凭啥 你咋停车呀 啊那不让停车 你不知道吗 你那车一停后 十几辆车出不去 我只能抬你那车 出不去你找我呀 我咋找你 我找不着你呀 找不着 不知道打电话吗 我打你这电话三次了 你都不接 陌生号码我能接吗 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那我就只能抬你的车 抬我车我就告你 你告我我也得抬你的车 你凭什么拉我们家电闸 这都几点了你还装修我 你扰名了我就得拉你家找 扰名了你不知道告诉我吗 我找不着你呀 找不着不是要打电话吗 我打仨电话你都没接 过生号码我能接吗 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那我就只能拉你家电闸 那我电闸我就告你 你告我我也得拉你家电闸 看什么事啊 你都看大门了你还拉电闸 你狗拿号子多管闲事 你不管我啥动物 我就管你这个号子 你骂人 我还告诉你啊 我跟你说 我就这样 知道吗 以后你要是扰名的话 我还得拉你家长 以后你要是违规停车 我还得抬 我就拉 我就抬 我抬了抬抬 你抬一抬 你能咋的 咱吃片安眠药就睡了吧 安眠药啊 我都吃了一把了 行吗 来 再吃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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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再吃一粒 量就够了 再吃一粒 我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二比利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你有病吗 我不能没有你 那怎么还站着就睡着了呢 老婆 醒醒 来回屋睡 走 走 回屋睡 诶 媳妇 你发现没 狗不掉了 诶 真的诶 抓紧时间睡 我就沙发上睡 诶 哎呀 不能去 行行行行 诶 哎呦 睡掉了 诶 哎呀 诶 哎呀 我废了他 又来了 对了 我报警 我打10 我叫警察来治他 行了 差不多得了 人家隔壁老王头对咱家也不错 你说咱俩不在家的时候 不就是他照顾咱爸咱妈和咱那个家吗 对 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困的 我要睡觉啊 行了 行了 老公 啊 乖 等咱爸咱妈回了 咱就回自个家睡去 咱不和这儿遭这儿罪 哎呀 困死我了 你这狗闹的 我睡不着 你听媳妇的 媳妇给你出一绝招 保证你能睡着 来 乖乖 你有啥绝招啊 鼠羊 鼠羊啊 对 一只羊 开始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一只羊 这怎么还属羊狗了呢 我咋属狗了呢 我属猴啊 我废了他 我废了他 不行 我去找网友欠去行不行 你找网友欠干啥 我干他管管他家狗呗 那狗要听网友欠的 他就不叫了 你今儿这狗要不睡觉 你就不能睡觉了 是不 对 行 街坊 街坊邻居啊 咱都不睡 全愿网友欠 网友欠 网友欠这个欠 养头狗 破狗 我给他打电话 你行吧 我给他打电话 哎呀咱灭族了 哎呀 哎呀 你看我怎么骂他这 哎呀 哎呀 你可别这样了 你都街坊邻居了 你敢管 王小切 王小切 小切啊 哎 我是你二姑父 哎 小切啊 是这么回事啊 哎 我呢 打包了两个大肘子 哈哈 你来拿一下啊 哎呀 这听吃的来可怪呢 哎呀 你是做窜天猴来的 二姑 肘子呢 不是就这出 你跟你也怎么就这么像 这么厌齿呢 肘子呢 老人呢 哎呀 小切啊 肘子 等会 这肘子是这么回事 哎呀 今天我公司 来了个客户 哎呀 我得安排安排啊 就安排了个饭局 哎呀 这一桌子菜呀 除了我爱吃的 全是狗爱吃的 哈哈哈 我就想给你家狗 打包点回来 啊 后来我又一想 我多有钱呢 我什么身份呢 哎 哎 哎 我们家房子首付 是我付的这事 你知道吧 知道是 都传出来 哈哈哈 别往外传 哎呀 所以说呢 我就在饭店又点了俩肘子 啊 这样啊 这个肘子呢 给你家狗 啊 另一只 啊 给我媳妇 哈哈哈 我还跟狗抢食啊 哈哈哈 不是给我的啊 啊 给狗的 啊 那个二姑父 哎 谢谢你啊啊 是大半夜的还想着我家狗 哈哈哈 那个万万没想到 哈哈哈 你们这么稀罕家狗哈哈哈 哈哈哈哈 稀罕 我是真稀罕啊 我都稀罕他奔了 都 今天他来住院的时候啊 我拿着他那个B超报告 去给他办手续 碰上我一个同学 我那个同学很有经验啊 拿着那个报告看了一眼 然后深情的对我说 顺峰啊 祝贺你 要当老丈人了 哈哈哈 你说这是不是女儿 顺峰啊 我真得说说你啊 男孩女孩都一样 明白吗 再说了 你那个同学他又不是医生 他能看出什么来呀 我那个同学有经验 他有什么经验 哈哈哈 大姐夫过来 我告诉你啊 顺峰你听我的啊 生女孩挺好的 你看你生个女孩 我也生个女孩 以后咱俩一起当老丈人 哎 大姐夫 我家的情况你不是不了解 我爸经常跟我说 儿子 咱们家八辈儿单喘啊 什么意思啊 他其实就是想要个孙子 你说万一 万一二米粒今天生个女儿啊 我跟你说 我爸血压高 我今天把健安药都拿来了 我以防万一 是不是啊 沉着明白吗 沉着 我沉着不了啊 大米粒 全家集合 来了 来 按大小个 抬讯 小树 一 哎 厂房 爸 你小点声 是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哎 我怎么好像听那个七啊 对啊 重新报不对 一 二 三 四 七 哎 这个怎么能有七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呢 七七在这呢 哎 哎呦 哎呦 爸 你咋来了呢 习惯了 小树一站牌就排后头 一站牌就排后头 爸 来来来 我跟你说 这儿用不上你 我们都在这儿呢啊 你快回家吧 我怎么能回家呢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是个重要的日子啊 咱们老前家拔带单船 我马上要当爷爷抱孙子了 我怎么能回家呢 那不一定啊 还行 你是孙弟你 你嘴 王小夏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真是 你说女孩不是咋的了 男孩女孩都一样啊 就是 就是啊 你懂啥呀 女孩怎么不好了 我跟你说 你笨想想 这满世界的全是女孩 就你一个男孩 你还瞅不找对象吗 小美丽 你可别骗我啊 没有那么好的事 你真是好来话都听不出来 你看我这一位子 我生了啥骨一年 你看 我们家老大 老三 老二年 他不敢弄伤害啊 你们 太紧张了 哎呀 你说真是真生个女孩 不可能 爸 你放心吧 不可能 啊 弄啥东西了 来我给你转钱 你喜欢啥买点啥 小美烈啊 我知道你现在是个老板了 小美烈工作室发展的也不错 你也有钱了 但你也不能这么骄傲啊 今天是爸妈给你钱 爸 我有啥骄傲的啊 我又不像我二姐 不过呢 我现在确实小有成绩 哎呀 我怎么能要爸爸的钱呢 哎呀 这是讲究谁呢呀 管你自己得了呗 不要 爸他不要 你转给我 哎 妈妈 别给他别给他 给我 谢谢爸爸 爸呀 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干啥呀 你看我大姐 哎 大姐 爸妈给你转你就收着啊 我们都有 你都有都有 哎呀妈呀 我是想给妞妞买颗外酥 那也用不了三万呢 我笨 哎 等会儿 等会儿 妈你转多少钱 是不是三万吗 三万 啊 爸爸 我大姐要怀三胎呀 什么 不是二比这儿 就是这么好 你们啊都很孝顺 每个月啊都给我和你妈钱 嗯 是我跟你妈 现在你看也不缺是不缺和这钱也花不完 嗯 我们就想啊 把这钱给你们 咱们把日子好好过着 嗯 啊 你不会在乎这一万块钱吧 小米亮 我问你 你在不在乎这一万块钱 哼 哼 我不在乎 哎呀 哎呀 我也不在乎这钱多少 待会儿我在乎的是这一碗水能不能端平了 哎呀爸 你看这事整的 要不我给你转回去吧 我也不缺钱嘛 哎大姐 啊 你转回去就完了 你缺不缺钱那是你的事 一碗水能不能端平那是爸妈的事 这玩意儿手起手份都是肉 咋的呀 他比我肉厚啊 那你回头看 他肉是比我肉厚 那你俩这是怎么分的 按分量分的呀 哎呀按分量分的话 小米这是不是应该就一万呢 哎 我找你惹你了 你是大美丽啊 你说你咋还斤斤斤斤脚了你 行行行 我给你为了姐俩一点再补一万啊 行 我不要 哎呀不要 爸爸给我转 嗯 过去了 行了 你搞定了吧 行了我干活去了啊 哎等会儿 啊 大姐啊 嗯 在这个家里你是最辛苦的啊 哈哈哈哈 这家里家外的都是你熟识的 嗯 可是二驢子 嗯 你阴阳怪气的你到底想干啥呀 管着吗你 大姐 嗯 作为你亲爱的二妹妹 我这三万块钱呢 转给你了 这是什么操作呀 哎呀爸妈呀 你们给我钱呢 那是你们对我的爱 我给我大姐钱呢 是我们姐妹的情分 哎呀呀我二姐呀 别看肉挺厚 但格局确实很高啊